中文童话 三个小公主 欢迎来到桃子王国 一个永远快乐充满幸福的国度 现在我们去参观王宫吧 看看这几位可爱又淘气的小女孩 她们是三胞胎 樱桃公主 梅子公主和草莓公主 天哪 你们这些小家伙 别挠我了 爸爸 你太怕痒了 看看你的脸 她都变成粉红色的了 你的眼睛就像要哭出来似的 我美丽的小姑娘们 没有你们我可怎么办 我们的国王心情很不错吗 来吧 我的丈夫 晚餐准备好了 多么美好的家庭啊 现在 介绍一下 柠檬王子 她是国王的弟弟 在处理完国家的对外事物后 正在返回桃子王国 天气热得受不了 好 真不敢相信我终于要回家了 当柠檬王子到达宫殿时 三姐妹向他跑过来 柠檬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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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很高兴 很高兴见到你 很好 你一定累了 休息一下 我们晚上再谈 是的 陛下 是的 陛下 一切都好陛下 我的天 我的天 我为什么要跟我哥哥那样说话 根本没必要 根本没必要 知道吗 只要 你夺走她的王权 闭嘴 陰险的蛇 好 别听我的 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真实的情况 你觉得她为什么让你帮她跑腿 一个国王本应该自己处理王国事物 我 我是这里的王子 但你可以成为国王 我的主人 想象一下 权力 尊重 还有财富 可是 怎么做 嘿嘿 仔细听我说 什么 是的 陛下 一只乌鸦刚刚送来了消息 我建议你和王后马上出发 等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通往圣山的路对他们来说并不安全 的确不安全我的王后 但我在这里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我是他们的叔叔 国王和王后面面相去 心中很担心 偉大的银士为我们付出了很多 今天桃子王国因为他的祝福而繁荣昌盛 如果他病了我们就必须去看他 弟弟 你安排吧 我们将在黎明时出发 遵命陛下 遵命陛下 于是 第二天早晨 国王和王后 以及几个士兵 出发前往圣山 记住我们告诉过你们的 做听话的好女孩 有什么需要就找宁萌叔叔 好吗 父亲 我很害怕 还记得我们那时吗 等风吹起 天空咆哮 可能会有风雨 但不会太久 乌云会消失 天空会晴朗 太阳再次升起 用他的光辉祝福我们 说得对 照顾好他们 好的陛下 国王和王后走后 三姐妹和他们的 柠檬叔叔 回到了城堡里 奶妈 照顾好他们 确保他们的需求 要得到满足 但是柠檬叔叔 我们想和你一起玩 我没时间玩 你们快走吧 你的计划最好能成功 我可不能照顾这几个小家伙七天 放松点我的国王 今晚当公主们睡觉时 我将偷偷地绕着他们的身体测量 我还得这样做三天 我还得这样做三天 才能胃口大开 然后我就会 柠檬 柠檬告诉自己三天很快就会过去了 这几天就忍忍吧 对不起柠檬叔叔 什么 对不起什么 你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坐一会儿吗 听了这话 小公主哭了起来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 没关系 美子 我们有点淘气 对不起柠檬叔叔 欸嚇哼 好吧 柠檬叔叔 能给我们讲个睡前故事吗 不行 求你了 不行 回你们房间去 别来烦我 三个公主害怕地跑回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 可怜的小公主们不停地哭 直到他们睡着了 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 蛇爬进了他们的房间 一个接一个地盘绕在公主身上 我睡得真香 没有压力也没有担忧 主人只剩两天了 一旦我吃了公主们 一切就都结束了 你可以派乌鸦去告诉国王和王后 他们悲惨的命运 薪水会让他们无法活下去 他们回不了文国了 而你将是唯一的同志者 那天早上吃早饭时 三胞胎特别安静 柠檬王子很喜欢他们的态度 他很高兴 但就在这时 他感到一阵剧痛在心头生起 啊 柠檬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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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神仙都需要好好休息 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离开后 三位公主面面相去 然后挤成一团 互相低声说了些什么 柠檬王子想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但没有力气说话 他在床上身影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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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三个小公主 做了他们的柠檬叔叔 从来没想到的事 是毛巾 这里 他马上就好了 他们照顾着他们的叔叔 用他们所有的爱和感情照顾他 整整一天过去了 到傍晚时分 柠檬王子开始感觉好些了 但是他的心还是有些痛 他的内心感到内疚 你们 你们这些小天使 我对你们那么严厉 你们却整天照顾我 这是老年流感 女仆们都不敢靠近你 我们是孩子 我们不会得这种流感的 而且 你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柠檬叔叔 柠檬王子把他的侄女们抱在怀里 泪水夺筐而出 我的公主们吃饭了吗 还没有 快去把你们的饭吃完吧 然后我再帮你盖上被子 有睡前故事吗 当然 就这样 国王和王后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晚安 晚安 小天使 他也是喜欢这小公主们了 我今晚必须行动 那天晚上 当柠檬王子正要睡觉时 他听到有人尖叫 哦 不 我现在不吵醒你们 那情况下吃掉你们 不过没关系 行着我也没意见 就在这时 柠檬王子走进房间 看到蛇正准备开始攻击 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古老的种子 王子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就把他们扔向蛇 一切是如此的突然 以至于蛇被吓了一跳 当种子击中他时 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尖叫 他消散在了空气中 你利用我的弱点来对付我 不 孩子们 没事了 没事了 你们的叔叔来了 柠檬王子的心真的变了 后来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叔叔和侄女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柠檬和他们一起玩 教他们艺术和手工 甚至为他们唱歌跳舞 七天很快过去了 当国王和王后回来时 他们召见了柠檬 他怎么敢撒谎 伟大的饮食根本没有生病 我要驱逐他 你不用下令了 我会永远离开的陛下 但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因为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耳末竟然控制了我 说完 柠檬王子转身就走 这时三位小公主跑过房间 紧紧地拥抱了他 叔叔 请不要离开我们 国王和王后都很震惊 孩子们 过来 不 你不能让年龙叔叔走 他救了我们的命 什么 公主们把这一切都解释给国王听 国王立刻跑去紧紧地拥抱他的弟弟 对不起兄弟 也许你也该得到属于你的东西了 毕竟我们是双胞胎 王位既是我的 也是你的 不 王位需要一个不能轻易被操纵的国王 哪个人就是你 我想多陪陪我的侄女们 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教训 国王为他的弟弟感到骄傲 于是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典 桃子王国灯火通明 就像白天一样 每个人都在庆祝 尤其是宁萌王子 三个小公主让他明白 善良不仅能改变一个人的心 还能改变他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